歡迎收看阿龍開箱 就來跟各位開箱分享鬼滅之刃景品鬼之裝7支型我們的墮雞 這個墮雞是首度登場鬼之裝黑髮版本 之後還有這個白髮版本現在預購中 那如果你有看鬼滅的話 當然這個上弦6不只他嘛 還有這個他的哥哥 肌膚太郎 之後絕對會出的啊 絕對會出的 預購一下 我們不囉嗦看內容 看到內裝本體還有頭部啊 這個頭部非常棒 居然把另外做開可以做出這個斷頭效果 還有他的非常經典的繃帶 我也不知道他的正確名稱有點忘記了 還有一個地台 不愧是這個半字裝或鬼字裝系列 真的細節 沒話講 這一次這個墮雞真的著實被嚇到了 看一下細節 首先看到面相 不論生動度及還原度 已經來到一定的水準了 可以看到他眼睛的上弦6 還有這個花紋 好牙齒當然啦 這個也真的是太太精緻了 牙齒以這個景品的大小來講的話 已經是相當相當不錯了 然後還有後面這些髮技的塗裝 不管是側面還是正面都非常非常到位 再來身體的中間比較可惜的有一個分膜線 比較明顯一點 可能在開膜在 合併的時候沒有掌控的很好 比較明顯一點 再來肚臍是有做凹進去的生動度呈現 那在手的部分可以看一下 好手的這個尖指甲 還是有呈現出來的 好再來腿部的服裝 還有非常長的這個意技所 配戴的這個木雞 都有經典的還原出來 好後面這個斷袋 背部的頭髮造型 好後面這個斷袋 好 今天阿龍開箱就介紹了這邊 喜歡的朋友呢 可以幫我給喜歡訂閱我的頻道 好